我不懷疑 我的腦子裡沒有問題 當你沒有問題的時候 你不需要答案 Hello V1 我是Judy Chow 今天非常的興奮 我要擔任L的特派編輯 因為今天要採訪我 從以前就非常仰慕的 我的偶像 而且我覺得她現在根本已經是 全台灣的宇宙導師 我們歡迎國際影星巴黎 天啊 先生你知道我妹妹完全是圓夢 你知道我已經愛了你十年嗎 真的啊 我以前 想要真的給大家看一下十年前 我去夜店搭訕你 然後跟你拍的合照 十年了 有十年嗎 有有有 可能還超過 好漂亮一個美女 這天來台灣有去哪裡海一下嗎 泡溫泉 泡溫泉 你怎麼不在啊 你一塊泡多好 可以對你還想出哪一海 帶你去 按摩 我覺得台灣太棒了 小吃夜市 按摩 我簡直是享受的地方 你好幸福啊 有有有 真的 對啊 我最想問的是 你自己的宇宙觀是什麼時候成 就是因為你的名言就是 我就是宇宙 然後還有你說有一些小精靈 會跟你對話 你是什麼時候有這些感應的 對 因為對我來說 我的宇宙裡沒有時間 對 所以你問我什麼時候開始的 我不知道 我覺得我不需要有時間 因為時間 就像我說 因為人類有時間 所以有死亡 自然沒有時間 他要安安逸逸逸 舒舒服服 他不需要著急 他也不需要考慮 這什麼時候什麼時候 很多朋友問我 你做什麼 什麼時候做 我說對我來說 所有的事情都是昨天 做過的 那麼未來我不知道 其實我就在當下 其實今天是我的生日 我剛誕生 哇 每天都是白零的生日 所以我覺得就是 你不需要那麼清清楚楚的 因為我覺得生活是一種浪漫 因為浪漫的時候是沒有界限的 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 什麼時候結束 我喜歡那種朦朧浪漫的 不確定的一些旅程吧 所以說你今年的你的小精靈 有在你的旁邊嗎 有啊 小精靈到處 我要穿這個 我要穿這個 然後他們的時尚 那個時尚很好啊 紅的 他要給我一個米色的衣服 這個很時尚 很舒服 很大氣也很性感 所以有紅的 有黑的 有米色的 我覺得而且我的頭髮 樣子都不一樣 我覺得好棒 一種新的 而且攝影師很棒 我們倆就像無聲的舞蹈一樣 我們也不認識 連個嗨也沒說 他拍他的我都我的 就是那個瞬間 其實宇宙都有一些共鳴嘛 就像我們這麼多年沒見面 但對我來說 好像昨天我們才去了夜店 真的 我們要今天晚上去一下 好啊 不然你找一些小鮮肉 小鮮肉 對 你也找一些小鮮肉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台灣的那個小鮮肉 都很溫溫而雅 有 對 台灣男生我覺得其實還是蠻帥的 對 我覺得任何事情都有可能 只要你一年 只要你想到了 只要你敢去相信 它就會發生 真的 真的 我很喜歡白玲的這個 就是思想影響人生 思想影響 而且 你是真的是 是思想影響體態的 完全就是沒變耶 你看剛剛那個照片 因為我覺得這個 你要是相信 而且一定要知道和了解 自己要承認我是最精彩的 我們真的是 我們也是人 我們也是神 真的是 把自己的神的那根打開了 宇宙就進來了 你就真的 有宇宙在你心裡 還有什麼做不到 所以我們真的很偉大 只不過好多 可能我們只用了20% 80%還沒有開脫 所以要每天一直想的 我就是最精彩就會回春嗎 你連每天想我是最精彩 都不用去啊 你要去想的話 就證明你還不是 天啊 不能想 就是要直接承認我就是最精彩 你比如說向我給愛 我們就是太膚淺了 我們是一般人 讓我去給愛 很多人為了給予 是為了受取愛 得到愛 我就是愛了 這就是我的本質 我就要去給予 對 天啊 原來是這樣 一年你感覺到了 這種愛是一種浪漫的 你不要去親 我不能 我不能 所有的負面的詞語都不要 你說我能找到 別人都會愛我 你就會了 真的嗎 其實很簡單 真的是 所以你是一直都會有戀愛 可以探 對啊 當然了 可是每天只要我同意 都會有好多人請我出去吃飯 我都是不理的 真的假的 天啊 你的訊息應該已經爆炸私訊 對不對 很多人要請你吃飯 對對對 所以你的小子 你會告訴你要跟哪一個去吃 我都不用想 有時候 真的我是一個 就像我說的 我不思想的時候 我是一個天才 我思想的時候是個傻子 我覺得我們的腦子 你覺得很聰明 控制其實腦子都把你壓低了 我們真的是很偉大的 真的每一個人 就是我們的邏輯 我們的知識 我們學的東西 把我們禁骨掉了 其實宇宙和自然 它的那種智慧啊 比我們知道的不知道大多少 所以要敢於勇敢的去 就是無知 什麼都不知道的出去跳舞 出去交朋友 出去浪漫 出去給予出去愛 對 出去給予 就很重要 好 我們今晚就出去海 出海 出海 人生真的是很短 所以一定要為自己生活 你為自己生活了 你的小精靈全滿足了 所以你給別人的 一定是最滿 最正能量的愛和激情 女人的魅力其實在自信 自信 因為自信裡面有很多的內容 有知道自己是誰 而且知道去給予你 也知道去感激 這有很多東西在裡面 其實有了這種自信的話 你什麼都可以做的 學到一刻 剛剛大家看到沒 你對 我真的要跟你學 這怎麼 你不用學 你都有的 我都有嗎 其實很多人比如說 找智慧 找安全感 要發掘自己 找所有東西 他從外面去找 其實都在你的宇宙裡面 你什麼都有 自己什麼都有 你的四季 你的彩虹 全在裡面 你只要閉著眼睛 感覺到它是彩虹 你就是一道彩虹 真的是感覺的 天啊 閉著眼睛 你感覺到自己就是一道彩虹 這也是你是金巨王耶 金巨王 你金巨王 現在這個社會變得很快 大家都要尋找一種 精神的支柱 我們都是自己的大師 我們都是自己的大師 我們什麼都可以做到 真的 只要你相信 但是這需要你相信啊 就是這個過程有個 比如說 我在談到 比如說 有些東西你害怕 我也不是不害怕 像談到女孩子的害怕 但是我跟別人不一樣的時候 當你害怕的時候 你就會選擇另外一條路 但是當我害怕的時候 我就要到那去看那個害怕 到底是什麼 而且只有你最勇敢的時候 比如說那是一個懸崖 你很害怕的東西 對 你可能會摔倒 你可能會身亡 但是也可能 你會創造奇跡 對不對 但只有你敢從那個懸崖上 跳下去的時候 你才會奇跡的發現 你有一雙奇跡的翅膀 你可以飛的 哇 你不會摔倒 但是這個禮物不會給你 如果你永遠不敢跳 你永遠不會知道 你有一雙奇跡的翅膀 所以要冒險的人 才會有驚奇 真的是不好意思說 我演那個《墮胎師》 包括演 大家要去看是講感情的 是講愛情的 我都沒有準備 我在好萊塢的生活 像明星公主一樣 我演一個普普通通的 香港低層社會的一個 好辛苦的媽媽 我怎麼去演 我的生活不在哪裡 對啊 我怎麼去演 我就在那兒 天天就是被管的話 然後你就拍了拍了 過去過去 我就過去了 就是我不懷疑 對 我的腦子裡沒有問題 當你沒有問題的時候 你不需要答案 對不對 沒有問題的時候不需要答案 對啊 我什麼都知道 你要去問問題的時候 你肯定是這個 我該怎麼辦 你全是答案 就你什麼都不知道 你是一個白痴 當你相信自己的時候 我不需要答案 我連想都不想 我不會去說我能不能做 我連這個都不想 我都沒有那個意識我可以做到 我就是在裡面了 我就是他了 其實很簡單 然後我就做了 最後結果就是非常好 那還有想問一個 那你自己的穿搭風格 是什麼時候見樹立的 因為其實你也很喜歡穿性感跟大膽 對 這個是 你的穿搭的靈感是 沒有 我沒有意識 也是沒有意識 對啊 它就直覺 比如說因為我有意識了 我就會 我有很多風格 穿這個穿這個穿這個 我不是不要 因為不能代表我做 因為我的身體很美 我說是 自然給我的禮物 這個禮物不是為了我擁有 我們所有的禮物是 給我們是為了我們去給別人 那麼我這個禮物是給別人 就是它一種美 那麼我就喜歡性感 我覺得我很美 為什麼不展現 就像這是我的本質 其實我不是為了展現去勾引誰 去讓一個男人喜歡 就是玫瑰花你就不注意到它 它都會開 對 不管你把它放在哪裡 就是我的天性 對 為什麼一定要點這一顆痣呢 你看我今天也有點 對 白玲Style很重要 各位一定要點這一顆痣 我在洛杉磯的時候 有時候去華人 唐人街 我沒化妝 我朋友帶我去 他老是跟我說這個白玲 我不要說 那個賣東西那個老頭啊 說這不是白玲 白玲有一顆痣 就是因為我其實怎麼來的呢 是 我這裡有一個小雀斑 平時呢我就化妝我要遮起來 有一次就要拍照 我就沒有帶那個遮的東西 我怎麼辦 因為看了一個黑 我說乾脆把它強調化了 強化 我就塗黑了 欸 就很好看 就這樣了 其實都是無形的形成 對啊 其實你剛有提到 比如說你去美國 一開始有可能很多酸民 或是什麼惡意的攻擊 那你怎麼 看你老是想惡意的攻擊 就是沒有 就是 所以你一開始就沒有去管那些言論 對我來說它不存在 就像下雨了下雪 它有很多很美好的東西 嗯 比如說有時候你沒有帶雨傘 你走在雨裡面 你要去拒絕它 你就會很痛苦 嗯 你會覺得要生病 但是你說 好美 這是一種浪漫 我現在選擇就是享受這段旅程 享受這個下雨 對啊 把它變成一個生活中 經歷中的美 天啊 這真的 因為它有不同的旋律 不同的氣質 都是對你精神的一種營養 我覺得這真的是一個很高人的 就是像我們這麼淺的人還是要 沒有沒有沒有 對我們要先發覺自己的內心 有有 因為其實你講的每一句話 都一直在啟發我耶 真的我相信大家都有被啟發到 我們的內心是一個小小的宇宙 就像一個大世界一樣 就是縮小到我們的宇宙裡面 裡面什麼都有真實 我先說我們就講得獎的事 然後你就開始講好不好 好 我們金馬獎最佳女主角 白玲 當時我想其實我的旅途 有的時候我覺得很孤獨 因為我是一個人來 然後一個人帶著電影來 我也不是台灣人 所有都會感動 我就覺得到這來又被隔離 我就覺得好像很孤獨的旅途 我也不知道大家理不理解我兩票 所以我那份真誠的愛和和平和愛 是獻給大家 獻給朋友們 而且我親手放在真是 我覺得當你給禮物的時候 不是看你給什麼 而是看你多少愛在裡面 當然除了感謝金馬獎 感謝成果導演 感謝怎麼說呢 就是評委吧 其實我要說的是 真的是 怎麼說呢 就是真的是我們 我要跟大家分享 是我的創作除了感謝以外 除了感謝以外 我覺得就是 怎麼說呢 就是在當你在創的時候 把心靈打開的時候 讓宇宙進到你身體來的時候 你其實就成了宇宙 你就什麼都可以做到 那麼在我在創作當中也是這樣 所以不需要去做功課 就是平時就把全心全憲的小孩子給出去 給予就是我做的事情 就是大家 怎麼說呢 就是從另外一個層面 更高級的一個層面 去達到那個藝術的境界 就是我要走的路 當然我那個還準備了一些別的 但是最後呢 其實就像我得那個 怎麼說呢 金像獎 還有我要說就是台灣吧 我的生日是10月10號 小時候呢 就打開收音機 就在找那個台灣的台 哇 聽到那邊好熱鬧地慶祝我 好熱鬧 我真的整個台灣都在慶祝我的生日 我就覺得有一些親近 那麼就是一個緣分給了我金華獎 所以我這次來 一定要抱著一份誠心 把我的愛奉獻給台灣所有的觀眾們 那麼最後呢 就像我得了金像獎 和金子獎 我上台說了一個話 我說 我要感謝我的姥姥 她現在坐在月亮上 刻著瓜子兒 在看著下面的我 那現在她的旁邊呢 我這裡都沒說過 多了一位我的爸爸 然後呢 爸爸呢在那兒喝著白燒酒 她喜歡的 姥姥呢 剛剛熬了一鍋雞湯 他們坐在那邊的大撲克 看在下面的我說 妳是最棒的 我們在妳身後 我們為妳驕傲 不要遲疑 不要猶豫 不要懷疑 繼續妳想亮的精彩 就是要說的 很感動 所以爸爸其實也是影響妳 對 我就覺得 因為其實那種家庭 那種親戚那種愛 真的是妳心靈給妳感動 給妳愛 和給妳美好的 怎麼說呢 源泉嘛 妳要有那個了 妳懂的那個了 我覺得妳其實就是 自由了 也找到最深層最美的東西 OK好 妳看我講到 我也流淚 我覺得白玲這樣 對 真的 她自己剛剛那段很感動 然後我自己也很感動 所以真的 好 大家真的希望今天能夠記住 就是今天所有的分享 好不好 真的相信自己 妳就是宇宙 好 我們今天謝謝白玲 謝謝 謝謝